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方一再承诺尽快拖走军舰 但二十多年过去了 非方的军舰还在原地搁浅 非方出尔反尔 言而无信 严重的违反多次向中方做出的承诺 中国始终致力于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同时致力于同地区国家一道 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 希望各方认清实实真相 秉持客观公正 切实尊重中方的权益 以及地区国家为南海和平稳定付出的努力 昨天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4年年会是在北京开幕